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个精准编析 这个精准编析是谁和谁之间的编析呢 注意是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即准确性的编析 就是准计分和准确性 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在写认定的时候千万不要写错了 这里是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觉得不能是准确性和计价点分摊 那是不可以的 或者是准确性点那个敦号 然后再敦号分摊 这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写认定的时候 一定要写的非常准确 因为这是专业名词 咱们不能随意造词 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啊 那我们简化为准积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认定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这两个认定呢 其实非常简单 它们都是对金额最快的考量 看金额是否准确 但是呢 两个隶属的报表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准确性计价和分摊呢 和资产负债表相不相关 而我们的准确性呢 和利润表相关 这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准积分呢 在考试中非常容易考什么呢 存货跌价准备 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然后呢 还有固定资产的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 这就是我们准积分非常爱考的 如果我们在做题的时候看到 它该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媒体 或者说它的折旧出了问题 无形资产的摊销出了问题 我们的坏账准备没提 那么这一块就典型的 违反了准积分 而考试的时候 对这一点还是蛮爱考的 要注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利润表的准确性 那么考试当中 主要和我们的销售的 单价数量有关 它的前提一定是什么 该不该计 该计 真实发生吗 是真实发生的 只不过它的这个金额记错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违反的是准确性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相对来说准确性考的少 而我们的准计分考的要多一点 并且如果把完整性 发生存在 和我们的准计分 准确性放在一起的话 相对来说 我们定性的考量更多 也就是我们的发生存在 完整性考试考的更多 好 这点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考试的时候 定性的考核更多 那么这里面的 我们来再次强调一下 它的判断思路 假如说针对的是交易或事项 那么利润表的项目 它是准确性 如果针对的是 我们期末的账户余额 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的 相关的项目 它是准计分 好 那这个关键点就在于 我们关键看 它涉及到哪个报表项目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那准计分 和我们的这个准确性认定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好 下面呢 我们通过几道例题 帮我们刚才讲的 一错一魂的点 再次强化一下 注册会计师 在审查销售业务时 发现假公司 销售给一公司 一批商品的销售收入 记录了100万元 但是通过实际程序确认呢 该笔销售收入 实际取得是85万元 为什么它会写100万呢 是把15%的商业折扣 也记录了销售 也就是它给对方打折了 但是它把打折的金额 全部记录销售收入了 那么营业收入违反的是 什么认定呢 这里要注意 那么这里呢 强调它实际取得的收入 是85万元 它发生了吗 真实发生了 那么既然是真实发生 该记的 但是它金额记错了 也就是它把商业折扣也记进来 这典型的违反的 应该是准确性认定 那有的朋友说 老师为什么不是准积分啊 不要晕啊 你看我们营业收入 典型的是利润表的项目 所以利润表项目 对应的应该是准确性 如果是资产负债表项目 才是准积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就是我自编的 稍微有点难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下列有关审计认定的 说法中正确的有 这是多选题 A 假公司购入一条生产线 并于2020年10月入账 账面的原值是1200万 由于生产计划调整 未投入使用 因此按岁法规定 2020年未及提折旧 那固定资产违反的是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这个对吗 这里注意 它是2020年10月入账的 账面原值是1200万 你看10月份入账 按照我们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就应该在4月就开始 集体折旧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由于生产计划调整 未投入使用 因此它在税法的规定 没集体折旧 请问我们现在查的是 你会计的处理 还是税法的处理啊 我们现在查的 应该是会计的处理 那么会计应该集体折旧 典型的应该集体折旧 但是它却没集体折旧 这是典型的什么 折旧计体方面出了错 这应该是违反的 我们的准积分认定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我在前面就给大家强调了 准积分认定和我们的什么 减值准备啊 跌价准备啊 和我们的折旧啊 摊销直接相关 所以你在做题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折旧呀 摊销呀 什么低价准备 存货的低价准备 应收账款的减值准备 看到这些的时候 条件反射 准积分认定 因此A的选项是对的 接着我们看B B公司应收 以公司的货款 180万元 由于以公司已破产清算 该货款无法收回 那么这种情况 典型的应该 集体坏账准备 对吧 既然应该 集体坏账准备 我们接着往后看 他未集体坏账准备 以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违反的是存在认定 这个对吗 有同学说 对呀 老师 你看他该记的没记吗 他就应该违反存在 不要晕 我前面再三强调 看到什么折旧 摊销 什么坏账准备 存货的低价准备 要条件反射 应该是啥 准积分认定 所以这个不对 接着看C 以公司为某电商平台的电商 12月18日 开展促销活动 销售满100元减5元 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呀 我们动不动 双11 双12 这个结那个结的 那经常有种满减活动 对吧 当天实现了销售是100万元 但开票人员未及时调价 仍然按100万入账 那么营业收入是违反的什么呢 营业收入违反的是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人力 这个对吗 这个收入真是发生了吗 发生了 当天的确实现了销售100万 但是由于它有满减的这种活动 那么这个5元就应该打折的 这5元应该减掉 但是开票人员没有及时调价 所以还按100万入账了 这个账入的什么 金额有误 金额有误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准确性和准积分 但是我再三强调 我们一定要看它到底属于哪个报表项目 看营业收入是哪个报表项目 应该是我们的利润表 利润表对应的是准确性认定 不可能是准积分 所以这块错了 另外一点呢 我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看到准积分就要条件反射 什么折旧了 什么摊销了 什么存货低价准备了 什么坏账准备了 对吧 应该是跟这相关的 那这个金额错了 跟我们的准积分肯定没啥关系 因为营业收入的金额错嘛 所以两个路径都可以判断 这个答案不对 其实我们看底 丁公司2020年开展研发活动 10月份形成了无形资产 然后10到12月未进行摊销 无形资产违反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这个对吗 这点我前面说过 折旧了 摊销了 存货跌价准备了 坏账准备了 看到这些条件反射 准积分认定 所以这个说法没问题 好刚才呢 咱们已经把我们四个选项 一个一个分析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A和D 那正确的是A和D A违反的是准积分 D也违反的是准积分 那么接着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写认定的时候 一定要写财务报表项目 不可以写科目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写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在写认定的时候 千万标点符号都不能写错了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认定 千万别写成准确性 顿号分摊 计价顿号分摊 这不可以 这要拿不上分的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写报表项目的时候 那我们的存货跌价准备 应该写的报表项目是存货 因为存货跌价准备 它是个背底科目 要注意啊 在报表当中劣势的是存货 不会显示存货跌价准备的 还有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 它也应该写应收账款 因为这是报表项目 不是科目 它也是背底的 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我们选项C 我们选项C刚才说了 它这个100万的收入 它寄的时候呢 每把这满5反减 满百反5 减5的这个活动寄进去 所以它应该违反的是什么 准确性认定 那接着呢 我们要把选项B 给大家稍微延伸一下 因为选项B是 该寄题坏账准备的没寄题 而我们在进题坏账准备的时候 我们的对手 科目市场 应该是信用减值损失 那么这道题没有涉及到信用减值损失 如果是信用减值损失的话 注意它应该违反的是完整性认定 而不是准积分 因为准积分我一直说是跟什么相关 跟我们的折旧贪销啊 或者跟我们的坏账准备啊 跟我们的存货低价准备相关 那么它的对手的保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它应该违反的是完整性认定 也就是该计题的 它没计题 对吧 它漏计题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就是违反的完整性认定 好 这个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五个 分类和猎豹 那么我们首先看他们俩 关键点在哪里 我们的分类是 在不影响关键财务指标的情况之下 不影响经济决策情况之下 强调账户位置记错了 它一定是 首先不影响定性的指标 然后呢 考虑的是它的账户位置记错了 串户了 串行了 但我们猎豹呢 它对应的是 该账户被掐动的汇总和分解 使之可被理解 关键是 是否影响 预期使用者理解报表 猎豹强调的是 我们报表使用者理解报表的问题 那分类强调的是 账户位置记错的问题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两者不会弄混 因为一个是看账户位置 一个看我们的报表 它的猎豹的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然后是不是便于 我们报表使用者理解报表 但是有一个地方很容易搓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猎豹问题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下面通过题目呢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来把它区分一下 那武林公司2018年1月1日 向银行呢 记录了一笔借款 金额是1200万元 期限是多少呢 是三年 然后还款日是每年的12月31日 然后武林公司将其记录了 长期应付款 违反了什么认定 好 这里要注意 你看18年的1月1号 记录这个借款 然后期限是三年 每年的12月31日 就是年底的团款 这个典型的应该记录到哪里 注意不是记录长期应付款 应该记录长期借款 对吧 你看应该记录到这个报表项目当中 它寄到哪去了 寄到长期应付款 典型的账户位置记错了 窜行了窜户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违反了什么认定 这是违反的 是我们的分 人类阵地 好下面呢 我们来一题多做 我们把刚才的条件稍微换一下 让大家看看到底应该怎么选 应该怎么做 武林公司18年1月1日向银行 借入一笔借款 金额是1200万 跟刚才条件一样 期限三年 然后还款日是每年的12月31日 那么这典型的应该放入 长期借款对吧 接着截止到18年的12月31日 武林公司为还款的金额是800万 然后将其记录了长期借款违反的是什么认定 诶 那同学们这不有违反认定啊 你看那不是放入长期借款吗 这道题稍微的难度 我们要一点点来分析 你看注意 它是12月31日的时候要还款的 对吧 那么到2018年的12月31日 它的未还款金额是800万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分两步来看 我们一点点看哈 那我们期末编着财务报表的时候 还剩了800万的借款没有还 那么要将其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400万 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名义上呢 它是长期借款 但是它偿还期限已经低于一年了 所以我们列报的时候要放在哪呢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另外还有一半就是长期借款400万 所以这道题有点难度啊 这道题比较考察咱们的会计知识 所以在这里要注意 它应该有一半是放在一年内的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还有一半是放在我们的长期借款当中 而它现在放在哪 全部放在了长期借款 那有同学就说 这不是就是应该是違反分类认定吗 它一半放错了 一半是对的呀 但是这里要注意 那么列报认定对呢 是该账户被恰当的汇总或分解 使之可以被理解 而分类认定对应的是 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那么它放在了我们的长期借款当中 这其实对我们的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误导 对吧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关键指标啦 它会影响我们的流动比率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不能放在我们的长期借款当中 一旦放进去了 那么它会影响我们的关键指标 所以它影响报表使用者理解报表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对应的认定就应该是猎豹认定 不再是分类认定了 因为我们前面强调了 分类认定是不影响关键财务指标 不影响经济决策的情况之下 强调账户被记错 它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 第一个不影响关键的财务指标 第二不影响经济决策 而你看它现在把它放在了 我们的长期借款当中 这时候是误导了我们的报表使用者 对吧 因为它影响了我们的关键财务指标的 所以这应该违反的是猎豹认定 而不是分类认定 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难呢 我们再往下稍微延伸一下 长期借款在一个营业周期内 将其到期的应在流动负债当中猎豹 而非把长期借款 要注意要转入短期借款 如果我们题目当中 再把它说一半列到短期借款了 一半列到我们的长期借款 那更不错了 注意就是概念混淆了 这是我们会计当中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短期借款是取得的时候 它就是流动负债 那这里要注意 千万不要再把它和短期借款弄混了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和短期借款这两个概念不要弄混 那接着我们往后看 这并不是账户记错的问题 而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 应该进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那么和核算的时候 当然还在我们长期管理核算 只是猎豹的时候 要放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免得影响我们的关键指标 那这样的话 更容易被我们使用者理解 提醒报表使用者 关注资金流动性的问题 因此它违反的是猎豹认定 而非分类认定 好 这里要注意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点 那么碰到这种特殊点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违反的是我们的猎豹认定 而不是分类认定 因为分类认定一再强调 它的前提是不影响关键的财务指标 不影响经济决策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那么这是2013年的真题 稍微改一下 下例有关审计认定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如果财务报表中 没有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列报为短期借款 违反的是准确性计价和分谈认定 那看到这大家的条件反射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准积分认定跟什么有关 跟我们的坏赃准备啦 什么存货跌加准备啦 折旧啦 贪销有关 和我们的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有关吗 肯定没关 而且我们在刚才的时候 讲到这点的时候 延伸过 要注意 那长期借款 如果一年内到期了 不应该放到短期借款 而应该放到 一年内到期的啥 非流动负债 应该放到这列报 这纯粹就是张冠礼贷 对不对 所以这错了 这不是违反准积分认定 那接着 我们如果财务报表附属 没有分别对原材料 再产品和产成品等 存货成本核算方法 做出恰当的说明 违反了分类认定 这是违反分类认定吗 分类认定强调的是 账户位置即错 这也跟账户位置即错 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明显就是 该列报的 该披露的没披露 对吧 那么它违反的 就应该是列报认定 所以这也不对 好 这是错的 接着看C 如果管理费用 列报为销售费用 违反了准确性 计价和分摊认定 这个对吗 大家想想准积分 一看到它 就想到是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而现在什么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那是利润表的项目 所以分马牛不相及 我们看都不用看 这肯定是错的 对吧 好 那接着 如果已入账的销售交易 是对确已发出的商品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交易的记录 但金额计算错误 违反了准确性认定 但没有违反发生认定 那么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有点绕口 我们来看 它说已经入账的销售交易 是确已发出商品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说明什么 说明该记账 该入账 对吧 但是金额计算错误 那么金额计算错误 由于又是收入啊 那么收入对应的 应该是什么认定 应该是准确性认定 这没错 然后接着说 没有违反发生认定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的确该入账 它已经满足了入账条件 所以就不存在违反 发生认定的问题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 就是D D的答案是正确的 这道题稍微有点难 有点绕 但是下来你多琢磨 自己多独立的做 做完以后 如果错了再多琢磨一下 如果还不懂的话 你再听听我讲的课 慢慢就明白了 好 那么我们的三阶段呢 是熟练应用 熟练应用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在基础班讲解了 我们放在习题班 再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 我们第七章 分险评估的知识 还会涉及到 什么第九到第十二章的 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放在习题班 相对来说更合适一点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咬文嚼刺 入目三分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考虑认定 我们为什么有 证定这么一个指标 而且我们的指标 当中还有很多的明细 那其实 我们在前面 就给大家说了 那么我们的管理层 它编制的财务报表 实际上就是 它的一个表达 对吧 那么它既然表达完了 对我们注册会计师来说 我们就要来 鉴定你的表达 我们就要来 验证你的表达 我看你说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来看你有没有水分 对吧 看你有没有 满嘴跑火车 因此我们就来 鉴定你的认定 那接着我们再往后 延伸一下 那我们的认定 需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认定 往下分有两个大类 一个是资产负债表项目 一个是利润表项目 所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有一系列的认定的明细 有六个 对吧 然后我们利润表项目 也有六个认定的明细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可以从哪几个角度 来做一个解读 那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资产负债表 一个是利润表 接着是 有哪些关键点需要把握 那么关键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系列的一错一混 精准编析 给大家把存在 发生编析了 然后把存在 发生和完整性编析了 以及和截止啊 准确性啊 准积分编析了 还有什么 我们的分类列报 等等都编析了 所以对这些点 大家下来一定要 好好的消化吸收 对于那些题目 自己要独立的完成 而如果做到有问题的话 再反过去听课 因为这一块 是我们第一张中的难点 也是我们整个教材的难点 所以多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因为它毕竟会涉及到 我们综合题拿六分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考点三 考点三具体的审计目标 哎呀 这个点就比较轻松了 刚才大家已经爬了一座大山 可能爬了有点气喘淤淤的 可能对我们初次学 我们审计的同学觉得 哎呀 听了半天 好绕口哦 这些概念好像听得云里无理 不知道怎么弄 没关系 多听几遍 现在这个考点就比较简单了 而且你看连新级都没有 我们就快速的把它过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针对交易和事项的 具体的审计目标 其实这个审计目标就很简单了 和我们的认定就直接相关了 你看我们的发生日常 发生它强调的是 已经记录了交易和事项是真实的 那么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是如果违反了发生日 那财务报备要素就是高估了 就是多计了 举个例子 如果没有发生销售交易 但是却在销售的日记账当中 记录了这笔销售 就违反了该目标 你不该记得记了 你虚增虚构了 你就违反了这个目标 其实非常简单 对吧 就跟我们刚才的认定 其实就是对应上了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完整性 那么已经发售的交易和事项 均已经记录 而如果违反了这个认定 表现什么呢 表现就是财务报备要素的低估 该记的媒记 漏记隐瞒 如发生了销售交易 但没有在销售名气账号 总账中记录 这就违反了该目标 好 这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 跟我们刚才的认定 从两个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刚才的认定是 我们从评价 你的指标的角度来说 现在从目标的角度来说 实际是一个意思 就像这张图横看层领侧层分 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是一个事 好 接着我们来看准确性 已经进入的交易和事项 按照正确的金额来反映 你看 这强调的是金额的问题 那么它表现是 金额计算和勾计关系没问题 举个例子 如果在销售交易中 发出了商品数量和账单上的数量不符 这典型的数量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它金额错错 对吧 已经真实发生 只是金额错了 就违反准确性 第二 开账单时使用了错误的销售价格 这个交易真实发生吗 真实发生了 但是只是金额弄错了 那这时候违反的也是准确性 接着我们再看第三个 账单中的成绩或者家总有误 这个交易真实发生吗 真实发生 只不过我们金额最后再弄错了 怎么弄错的 成绩弄错了 家总弄错了 这典型的就是准确性的问题 接着看第四个 在销售明细账中记录了错误的金额 也违反了该目标 我把金额寄错了 就违反这个目标 你看这个目标和我们的认定 其实就是一一堆硬的关系 好 截止 我们接着来看 那截止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接近资产负债表日交易事项和交易和事项呢 记录于恰当的期间 这强调的就是你的期间有没有记错 我们看例子 如果本期的交易推迟到下期 或者下期的交易提前到本期 这时候都是啥 发生了前后的飘移 这个飘移有个前条件 一定是满足了我们的确认 收入确认条件 如果不满足 肯定不是我们的截止认定 对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再三给大家区分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违反的是我们的 哎 截止的目标 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的分类 分类的目标是什么呢 交易和事项是否记录恰当的账户 好 这里的关键我要看 它的这个账户位置有没有记错 有没有篡户 有没有篡行 对吧 那我们来看例子 如果将出售了经营性的固定资产 所取得的收入记录为营业收入 则导致我们交易分类的错误 违反了分类的目标 好 这个出售我们经营性的固定资产 不能记录我们营业收入当中 对吧 所以如果记录那就是违反了我们的分类 接着我们再来看猎豹 猎豹和我们前面是讲的是一样的 它强调就是 哎 你该披露一定要披露 该表述一定要表述正确 那么我们这个具体的审计目标 和我们的认定其实就是一一对应的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 针对我们期末账户余额的 具体的审计目标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的 哎 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利润表 现在讲的是我们资产负债表 嗯 那我们来看存在 那存在是已记录的金额确实存在 它表现为什么呢 如果违反了这个认定 那么它的情况就是高估 如不存在某顾客的应收账款 但是呢 却在应收账款明细帐当中 列入了该顾客的应收账款 不该记得了 这典型的违反的是存在目标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违反存在认定 现在是存在目标 就换个词 意思是一样的 那接着第二个完整性 那么已经存在的金额是均印记录 它如果违反了这个目标表现什么呢 就是账户的低估 好 这里要注意 高估和低估是咱们审计的专业名词 看到高估你就要想到 虚增虚构 靠到低估你就要想到 隐瞒漏记 少记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个例子 如果存在某顾客的应收账款 而应收账款明细帐当中没有列入 真实有吗 有 它记了吗 没记 那典型的漏记了 对吧 因此违反了完整性目标 而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就是违反完整性认定 违反存在认定 那这里就换成目标 意思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看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义务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资产归属于备审单位 义务负债呢 是我们备审单位的义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将他人寄售于单位的 我们这种商品 列入了备审单位的存活当中 是你的东西吗 不是 不是你的东西 你却立在了你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这个对吗 这个不对 违反了什么目标 就违反了我们的权利目标 这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啥 权利认定 这里就违反了我们的权利目标 一样的 权利和义务认定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将不属于被审单位的债务 寄入了账内 这是违反了义务目标 这不是你的账 你却寄到你自己的账内 这违反了我们的义务目标 而对于我们刚才的认定是什么 是权利和义务认定 接着我们再来看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那么这里和我们刚才是一样的 它强调是金额出错了 如被审单位 它的存货腐烂变质 但是没有具体存货 跌价准备 那么这时候违反的就是这个目标 看到了吗 我们在前面讲认定的时候 违反的对应认定 那现在我们讲目标的时候 违反对应的目标 实际上就是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讲解 就像刚才你讲图样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 接着我们来看分类 那么资产负债和所有权益 均以记录恰当的账户 这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账户位置不要弄错了 对吧 不要计算 不要计算户了 例如预付账款 记录应收账款的代方 这就违反了分类的目标 这和我们刚才的认定是一对应的 我们刚才叫违反分类认定 这叫违反分类目标 一个意思 那么接着我们看猎报 猎报和刚才一样 关键点是它的表录和披露 表述和披露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 那么认定是确定 具体审计目标的基础 那么认定和目标 基本上是一对应的 注册会计师通常将认定 转化为能够审计的 程序予以实现的审计目标 我们就把认定转化成 咱们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审计的实质 就是对你管理层的认定 做一个鉴定 对吧 再认定的过程 我来看你到底 有没有违反认定 还是你的认定没问题 如果违反了认定的话 我们要让你调整 那你的这个账就有问题 如果你没违反 那就OK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点 针对财务报表 每一个项目 所表现出的各项的认定 注册会计师相应的确定 一项或多项的审计目标 然后通过执行 一系列的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实现审计目标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一个报表项目 可能会对应多个认定 因为我们在前面 你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认定的明细 像我们的存在啦 完整性啦 权力义务啦 还有我们的准计分啦 实际上都是评价的 具体的指标 很可能我们对一个报表项目 我们要用多个指标来评价它 说的就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仅用一个指标 如果它是用四个指标的话 我们就用四个指标来评价它 而如果它是用五个指标的话 我们就用五个指标来评价它 好 这是我们在实务当中 但考试的时候 让我们写认定的时候 没这么复杂 因为实务当中 很可能会设置到多个认定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考得非常的明显 主要是考定性的认定 也就是考我们的存在 发生完整性 那偶然像我们的准计分会涉及到 其他的认定 考试的时候考的真不多 但这和实务是有差异的 那实务很可能 我对我们的货币资金 这一个报表项目 那我既要看你的存在的问题 有可能我还要看你分类的问题 我要用多个指标来评价你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这里面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我通过我们的认定 那我们来确定出我们具体的审计目标 然后根据这个审计目标 我们就来设计相应的程序 我们做完程序以后 我们就会拿到审计的证据 然后审计证据拿到拿权之后 充分适当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表审计意见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签发审计报告 最终实现我们总体的目标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嗯 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而这个不是我们考试的点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绝对不是考这样的文字 这样的内容 而是直接把被审计当之财务报道的各种项目 全部列出来 然后结合我们分险评估的知识 接合我们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 然后来考大家 来实际让你看它违反了什么样的认定 来做分险评估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认定 审计目标和审计程序之间的关系举例 这块内容呢 也是了解一下就OK了 也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所以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首先第一个存在 那么存在它强调 已经记录的经约是存在的 对于这一刻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实现它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张图 我们既然确定了目标 我们叫实时相应的程序 要取得证据嘛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些程序 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实时存货的键盘 来看你这批货到底在不在 我们实地去查 你账上列市了 你有五百万的存货 我们就到你的仓库去看 这五百万的存货到底在还是不在 来证明你这存货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看完整性 完整性呢 是销售收入包括了所有已经发货的交易 它的意思就是 该发货的这些交易我全部都记录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程序来证明 你的完整性到底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指标是否达标呢 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检查发货单和销售发票的编号 以及销售的名气账 我们把这些全部检查 如果我们在检查这个销售名气账的时候 发现你有多少笔呢 你的账上记的是五百笔 但是我们实际梳理的时候发现呢 发现是八百笔 那对不起你就少记了三百笔 你的完整性就有问题 你这个指标就没达标 好 接着我们看准确性 应收账款反映的销售收入是基于正确的价格和数量 计算是否准确 假如说我们定了这么一个目标 好 我们定了这么一个目标 我们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用什么程序来实现呢 好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程序 比较价格清单和发票上的价格 还有发货单和销售订购单的数量是否一致 重新计算发票上金额 那我要看你的金额是否准确 我就把你的发票的价格检查一下 然后数量又检查一下 我再重新计算一下 你发票上金额对还是不对 我们来检查你这个金额到底有没有记错 来看一下你的指标是否达标 接着我们再来看截止 那如果它定了这么一个目标 销售业务记录在恰当的期间 那这个期间是没问题的 它定了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用什么样的程序来实现它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上一年度最后几天 还有下一年度最初几天的发货单 而我们把上一年的和下一年的 你看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前后的 容易飘移的这些发货单 我都拿出来看一看 和你的记账日期来对一下 看你到底有没有记错 有没有把这期间搞错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假如说它定的目标是 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 确实是公司所有的 这是我们定下的目标 那我们如何来实现呢 我们就可以查阅你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的证书 如果是我们的房屋的话 有房产证 对吧 好 那还可以查认 如果是机器设备的话 我们可以查你的购后合同 还有结算单 假如说你的机器设备还投过保的话 我们看你的保险单 用这些程序来验证 这到底是不是属于你的资产 你看 这个程序和目标就一对应的 我们把目标定了 我们要设计相应的程序 来实现这个目标 接着我们再来看准积分 那么准积分 假如说它定的目标是 以净值记录应收账款 那我用什么程序来实现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检查 应收账款的帐龄分析表 评估计题的坏账准备的金额是否正确 好 我把你双龄分析表拿出来 然后我再看你的坏账准备 记得和你这个是否一致 是否准确 是否符合我们快逐准则的标准 好 这就是我们可以设计的程序 你看 它们就是这样一个对应关系 那我们本小节的知识点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本章一共是15个知识点 而我们现在已经学了9个知识点 完成的进度是60% 恭喜 我们已经完成60%了 下面呢 我们对本节的知识点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回顾 我们本节呢 学了三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是审计目标 这是一星级的考点 第二个考点是认定 这是三星级的考点 注意这个三星级的考点 主要是考主观题的 嗯 它很少考考客观题 要和我们的分险评估 还有9到12章内容 以及会计知识 结合考我们的综合题的 嗯 接着我们第三个考点 是具体的审计目标 具体的审计目标呢 是属于了解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考点 审计目标 提到审计目标 你马上要想到 有总体的审计目标 和具体的审计目标 所谓的总体审计目标 它就是一个大目标 那什么样的大目标呢 我们用关键词提炼出来 就是我们要合理保证 保证90%以上没错 然后我们要发表审计件 我们要出具审计报告 接着呢 还有一点 我们要和管理层 治理层沟通 这就是我们总体的审计目标 嗯 这是我们提炼出来的关键词 接着呢 我们的总体目标 必须要由具体的目标来完成 因为一个大目标 由若干个小目标来实现来达成 对吧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大目标最终完成 那我们的具体的审计目标是什么呢 是确认各类的认定是否恰当 因为我们整体一个财务报表 我们要对它整体发表意见 保证它整体没大错 那么整个财务报表 是由若干个财务报表项目 来组合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这样我们就要保证 每个财务报表项目都没大错 这样整体才没大错 所以我们要确认 各类的认定是否恰当 那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了一个名词叫认定 对认定呢 你要很清晰 认定是管理层 它做出的明确 或者隐含的表达 而我们注册会计师 做审计 实际上就是对它的表达 它的说 它的资产负债表 有100万的货币资金 我们就要验证 你到底有没有100万呢 我们不能上来就相信 我们必须要通过做程序 来验证 来鉴定 然后鉴定出的结果 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是符合认定 那OK没问题 一个是违反认定 说明什么 说明你有问题 你有错报 这时候我们就要求你调整 好 这是我们的认定 那么接着呢 我们对认定这个概念呢 又详细的做了解读 那我们在解读这个概念的时候 实际上它指的是认定的明细 也就指的一系列的指标 那我们在看这些指标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先定性 再定量 要分不同的报表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分什么报表呢 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那对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来说呢 它要看它的问题 定性的问题 第一种是虚增多计 第二种问题是隐瞒 遗漏 哎就少计 这俩是相对的 用我们的专业名词表达 虚增多计了 对应的是高估 然后隐瞒遗漏 少计对应的是低估 这两个专业名词一定要牢记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资产负债表呢 它的多计是存在 利润表是什么呢 是发生 一定注意不同的表 它用的认定不一样 用的指标不一样啊 接着是 我们的完整性呢 没有什么区别 两个都用的是一样的 我们把定性的看完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看定量的问题 那么定量呢 对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它的金额记错了 用的是准积分认定 而利润表用的是准确性认定 这两者不要弄错了 那接着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我们资产负债表的 关键看 这个资产是否 它的所有权属于备审单位 这负债是否是备审单位的义务 这是我们权利用 而我们的利润表有一个截止 它看的就是 你的这个期间有没有记错 好 接着分类和列报呢 两者都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考试特别爱考的是 我们定性的这些认定指标 特别爱考的是我们定性的 如存在完整性 发生完整性 除了这以外呢 还容易考到准积分 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重点掌握的 另外呢 我们给大家讲认定的时候 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初步实际 第二精准辨析 大家一定一定要 好好的看精准辨析相关内容 自己下来独立做那些配套的题目 如果不明白 再去听老师的讲解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